社团法人中华赶路的宴全人关怀协会 在县府教育处及议员许阿甘的协助下 到普里红人国中办理反毒行动3D电影宣导示范演出 这也是南投县的第一场3D反毒电影展示 运用科技将毒品防制以立体电影来呈现 希望让更多的学子体认到毒品对身体心灵造成的伤害 勇敢向毒品说不 AGP源自于希腊字母 有看见需要主动关怀之意 赶路的宴全人关怀协会 在国际佛人社的协助下 由以色列引进3D行动科技设备 透过观赏高科技的影片 让孩子认识毒品对于身体的危害 希腊字有一个爱叫做阿嘎佩 所以取AGP的谐音 那这个阿嘎佩的爱的意思就是 看见需要主动关怀 这套设备呢 3D互动式的传送跟接收系统 是由我们台北的芙蓉福轮社 它发起国际9个地区 22个福轮社来共同募资筹款 让我们台湾的学生 我们台湾的下一代 可以享受这样高科技的系统 我们利用高科技来做教学 让他们感觉到很酷炫 让小朋友觉得说 学习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能够提升 反读的教学模式 第一次吸毒是在我16岁那年 所以透过我一点小小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毒品的同时 应当要有应有的拒绝能力 透过根深人的现身说法 让大家了解毒品的危害 现议员许阿甘相当关心 学生毒品滥用的问题 特别协调赶路的燕全人关怀协会 将最新的科技带到南头 也透过普里各区师子会的力量协助 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反毒的活动 现在是想到说 这个预防剩余治疗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最先进的这些影片的介绍 这3D的电影 那我想这样的介绍 那能够进入校园 让我们的国中生 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观赏的时候 认识之后他就会去拒绝 那去远离毒品 我想说透过我们师子会的力量 用点线面的方式 看能不能够透过更多的社会资源 可以将我们这种活动 扩大到别的像城镇 或者是说比较偏远的地区 可以引起更多社团 更多的企业家 来帮助这些学童们 我先要请问这位同学 你从我身上看到什么东西 看来刺青 刺青 一般都看到刺青 啊除了刺青以外的大哥 为什么会跟这样 这两个东西不是说 今天我像要去刺他 我就很帥 我就不刺着你 然后我就要把自己变得很酷 然后用火烧自己麻 很想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不是要跟大家说教 只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吸毒的好果就是这样 家伙人亡 我还没有讲到我家庭那一段 我是家中的独子 我的爸爸妈妈生了我之后呢 我是狗狗 我没有办法兼父父母 叫给共养父母的责任 我还有两个孩子 我没办法就娶我的孩子 然后后来搞到离婚 然后家也卖了 你家祈祷了父亲那一年的过失 真的很惨 这是我一日人生经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做这些分享 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没有人这么侥幸 没有人会吸着毒之后 他就逃过 没有 那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 大家都是有智慧的 大家懂得怎么选择 所以千万要当一个智慧的人 不要像我一样 自以为聪明 结果呢 晚辈聪明 利用3D立体呈现 滥用毒品以及药物 如何影响人体以及心理 并由讲师团献身说法 以及让学生利用遥控器 参与有趣的问答 加深学生对于毒品的认识 同时云端上的统计数据 也可以作为反读成效研究的参考依据 在整个课程的前册 我们有一个数据叫做 你使用 人使用摇头丸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发觉有18%以上的同学 觉得说没有什么风险 可是在整个活动 整个节目结束之后 这个危险比例降到3% 所以换句话说 会有15%的同学 每1万个就会有1500个同学 他对于毒品的认知会改变 15%会改变 这个数据如果再量化的话 有可能10万个同学里面 就有15000个同学 他的认知会改变 所以他们就不会去认为说 我尝一颗试一颗没有关系 其实他的风险是很大的 县府教育处长彭雅琳表示 有别于制式的反读宣导 新的互动式3D影片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如果宣导的成效不错 并在民间团体的支持下 不排除推广制权限 让权限32所国中的学生 都能够有机会欣赏到影片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未来中央政府 应该要去正式反读的一个问题 由中央来编列经费 而不是由各县市政府去筹策经费 那当然在中央政府还没有作为之前 我们地方也一定会尽最大的一个努力 把这个经费筹足 首先也要让我们32所的国中生 能够亲自观看这个影片 让它体验到毒品对身体的伤害 要勇敢地向毒品说不 活动过程震撼人心 尤其是更生人的现身说法 更是让在场的民众 对于毒品所造成的危害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接下来在国际师子会的赞助下 10月26、27、28、3天 AGP反读电影车 将分别进驻红仁、普里 以及大臣三所国中 展开学生宣导活动 希望让学生重新认识毒品 并勇敢向毒品说不 效果有多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